中国抗战胜利阅兵 各国的阅兵各有看头 法国的军犬都受阅 东张西望,军容不整 好像没有他们的负 不要以为阅兵乱来没有后果 山羊比利哥是驻塞普路斯英国皇家兵团一等兵 因为违反了队列被降级,变成二等兵 不少国家阅兵有电单车方队 在人数、花式上,印度陆军被指技高一筹 嫌电单车没有看头? 可以欣赏日本空中自卫队 不过是这样展示编队 电单车改装,卖萌你就认吧 说到北韩发展核武受注视 在前年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周年阅兵 北韩士兵背着这款背包出场 包上的标志大家知道 核辐射 如果真的在战场看到对方背着这样的背包 真是吓人 未必能够冷静地想一想 其实里面装什么其他东西没人知道